体育道德 体育道德是衡量一支球队 是否值得尊敬的重要标准 10月11日晚 2018年女排式锦赛复赛阶段结束全部较量 六强球队已经全部产生 分别是名列一组前三的荷兰 日本 塞尔维亚 基深 而组三甲的意大利 中国和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 塞尔维亚原本有争当一组投名的实力 可他们却在已经出现的情况下雪藏了部分主力 连续报闹书给日本和荷兰 把小组投名让给了荷兰 同时也把实力天弱的日本送进了六强 更是把巴西女排做出了局 塞尔维亚女排这一系列操作 一发外界纷纷吐槽 再后被拼毫无体育道德 与之相反的是 郎平率领了中国女排 在已经出现的情况下 依旧派出主力对战俄罗斯 认真打好比赛 最终赢了对手 也赢得了美国队和其他球队的尊重 给塞尔维亚女排好好上了一课 连续两次一次打假球 塞尔维亚女排在本届市锦赛上的表现 让各国球队和球迷算是开了眼界 受战功能放水日本 不但派上大量踢不出战 输球后没有丝毫失落举散情绪 反而笑着和日本女排握手致意 坐实了默契球的说法 最后一场对战 荷兰 塞尔维亚再次上演 拙劣表演 哼唱淋漓的0比3输给荷兰队 把实力强大的巴西女排坑出局了 巴西尽管3比2 逆转席日本人音机分率是被挤出6强 塞尔维亚女排接2连3的输球 就是为自己进 入4强做准备 为了选择一支亚洲球队 作为对手做铺垫 塞尔维亚女排的这种做法 就连局外人意大利教练都看不惯了 意大利对主教练骂赞地直言 这个比赛的规则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会有奇怪的结果会出现 我相信在比赛中 出现这样的结果会被大家所议论 此外 美国对主教练基拉里 和很多球迷一样感到疑惑 我认为这是一个奇怪 strange的结果 令基拉里颇为感动的是 他现场观战的中俄大战中 中国女排诠释了何谓公平竞赛的精神 美国女排以1比3输给意大利女排后 只能够寄希望于中国女排 能够战胜俄罗斯女排 中国对尽管输赢都是F组第2 但他们此战并没有放水俄罗斯 此战依然派出了朱婷 年尼等主力球员 最终中国女排以3比1战上了俄罗斯女排 间接性的帮助了美国女排 基拉里看到这个结果后都笑了 对俄美两队公平对待 中国女排体现了体育精神 对于为何这样做 朗萍给出了答案 我们没有专门针对这个说什么 我们都是很职业的教练 把每一场比赛的输赢 都会看得非常重要